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中原记脉入第170年 今年由张廖简姓宗亲会主谱 8月4号基隆老大公庙开刊门 宣购长达一个月的国家重要民俗祭典 基隆中原记正式展开 基隆老大公庙开刊门 也就是俗称开轨门的耐刹那 全场记录的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个不停 今年国历8月4号农历7月初一 老大公庙举行开刊门祭拜仪式 基隆中原记迈入第170年 由张廖简姓宗亲会轮值主谱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裴继 在金氏仪式后 老大公庙主委奉上开门钥匙 由主谱的张廖简姓宗亲会主委 也是前市长张通龙 写下开刊门的时辰和姓名 紧接着就进行重要开刊门仪式 迎接老大公好兄弟到阳间接受供奉 也宣告长达一个月的基隆中原记活动正式展开 老大公保一人 这次庄门给你扶行 你要出台让勇敢给你帮忙 希望这段时间 你出台的勇敢 要保护 所有勇敢 担保 我们这个 二空二苏联 共和节保障 外公的国家主管 所有的保有 大家都让你平安顺势 快快乐 因为你们 所以才可以让七楼在台湾面前这么有名 今天看到昨天的开灯夜 到今天的开开门 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参与者的慎重 跟尊重 我觉得对一件事情的浅诚 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在事前 XX台他们都有告诉我说 一年也是二个月 十一个月好兄弟都在下面 这个月 因为大家的性质要求 他们可以出来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功能 可以看到他们开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心 也因为这样的心 可以让基隆有更好的传统 让整个社会更合行 再一次谢谢 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 每一个新型的工作者 包括我们媒体朋友 谢谢大家 基隆有你的真好 谢谢 基隆是一座海洋城市 四百年来 四百年来 许多国家造反 不同族群移民 这里的人们 来到台湾的第一站 就是我们基隆 基隆的先人们 面对外国发起的战争 和族群矛盾起的争斗 在这块土地上 有的未知的命运 还有女人 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这些逝去的先人 就是老大公 我们怀着敬意 还有感恩 希望借由 百年传承的科宜 祭典 与过去的历史文件 农历七月 我们好好反戴 过去逝去的先人 也感谢这是中原族谱的 张廖简中心会 张廖简中心会 给土耀山江山姐 吉隆中原祭也是国家重要的民俗祭典活动 重头戏放水灯游行活动 将在国立8月17号晚上7点举行 当天晚上11点 在巴斗子望海巷施放水灯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庆祝台湾羽球猴手 王麒麟与李洋 在奥运男子羽球双打赛事蝉联金牌 台北市政府宣布体育局 青年局 皆推出各项场馆的使用优惠 狂热大放送 台湾黄金羽球男双组合 林洋配 揮出奥运传奇 在巴黎奥运过关斩将 不仅摘下金牌 更是缔造二连霸 以非凡 台北市政府也第一时间 推出系列庆祝活动 王麒麟 李洋 你们是我们的骄傲 羽球男双项目由同一组合 产联两届奥运金牌 这不只是中华队史上的第一次 更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 不只是台北市 全台湾全世界 都在为林洋配大声的喝彩 麒麟是来自台北市的选手 我要特别宣布 台北市政府要加码 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 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 连霸专项奖金 另外幕后辛苦的教练也会有加码的奖励 我代表台北市民向林洋配至上最高的感谢 另外我也要宣布 我们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其实不是一时的决定 我上任后就非常重视体育发展 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是我的使命 宇宙馆的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目前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 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 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也很希望邀请林洋和我们一起规划和推广 这次为了庆祝林洋配夺金 创下中华队史无前例金牌208 限迪优惠期间 我们也特别推出狂乐大放送 体育局的部分 8月6号到8月12号 台北市12座运动中心 健身房以及游泳池入场免费 青年局的部分 8月6号到9月5号 直排轮场地半价 喷烟场地优惠价 青年局场馆使用费也半价 动物园的部分 8月5号到8月12号 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8月5号到8月12号 和林洋拍照 可以到游客中心换礼物 限量1100份 发完为止 8月9号 持Youka达成猫篮 一律半价 儿童新乐园入门场门票免费 星期五 持Youka达成台北捷运 不限扣款金额级次数 捷运公司与Youka公司 每卡捐出1元 赞助于羽球运动发展相关团体 预计将捐出超过110万元 蒋湾也提到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项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借着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记者问郁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湾民间丧葬仪式中 有一项传统阵头叫做Kamagua 主要是牵引亡魂 过去被视为禁忌 如今不一样了 台南后壁的风中灯Kamagua歌团 受邀前往今年的巴黎奥运进行表演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这项特殊的传统民俗 手持脚鼓法器 请神吊匠的红头法师 旁边有带亡魂过路关的昂仪 以挥鞋的动作 转换家属心情的老伯 还有头戴彩球帽 手持彩膳的小蛋 四人配合着乐师弹奏乐曲 围绕着湘亭演出 和其他异症不一样 这个镇不是银神明 是银王魂 说我们人死后要落台湾 落台湾走路关 就是想我扶着 打开银用街带他落台湾 走过这些台湾的关卡 可以关关好走 关关好过 在过路关的当中 就有些小村 比如说看门 看门就是放这个梦魂 要放下 世间无论有什么人 多佣众多佳 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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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死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说 我们爱的人 也是要有这个 死亡的体格 卡门瓜的起源 来自台南善化 麻豆地区的 传统民俗活动 杂贝肖 是台湾特殊的 镇头表演艺术 在早期的伤葬仪式中 都能看到 除了有送王魂平安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涵 也透过表演以及取调 抚慰家属思念王者的心情 不过由于现代社会 理俗简化 已经越来越少见 这个卡门瓜丁 真的是 台北这边 应该是说 全部是 已经看不见了 我并没有希望 它消失在 我们现在 这么多的进步 时代 它有准备的比较 它可以安慰 我们很多人 心肯定受伤 的心 也可以照着这个意识 发展广 我们心肯定 所思念的那些人 在台湾经济很好时 差不多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那时候台湾经济 倒倒好起来 这些卡门瓜 算是在第一时间来 一直穿起来 有可能扮演一个丧事 一个死人而已 但是卡门瓜 账三四天 这也是有的 以前的年代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些卡门瓜 品质 唱念 都没有 就算是工夫 不太好 好得很好 不不不不不 2016年 《风中灯》 卡门瓜团 正式成立 保留传统动作身段 统整代代口船 却因时空变化而 零散的词曲内容 替卡门瓜的传承奠定基础 今年更是以扁刺海为主题 参与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演出 它坚持统的 很坚持统 很坚持丢 不丟致表演的 却不不适合 外国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 这也很虚拟 因为我们台湾 不过百岁 它也感觉 哦 还不错 富有富有富有 虽然让全世界知道有台湾 因为它很高兴 我们可以让国际知道台湾不敢做半导体 我们一些文化的底蕴 传统文化 尤其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有教育意义 从在地走向国际 把咔蒙瓜的精神诠释出来 让世界看到来自台湾土地深刻的内涵 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 即将是怀谈的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全球的气候变迁 深深冲击着下一代 城市永续需要世代紧密连结 新美市环保局举办第五届 新北永续未来学院 共有30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 新美市长侯友宜在论坛第三天 特别到场与青年交流 环保局举办的新北永续未来学院 已经迈入第五届 广招全台大学生 本届主题为生活无诉求 生活我减速 透过三天两夜的课程 培养青年关注环境时事 强化思辨能力 我觉得是因为有队员 就是大家一起讨论 就是大家晚上在睡觉前 都会一起 三天两夜晚上都会讨论 然后队府跟 我们的指导员都很认真 在给我们想法跟建议 这三天的赢队的新人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话是我们去静灘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小沙堆那边有抓到一个很大的渔网 然后那个的话是要三个人都很吃力的要搬 那我也看到我们团队就是 很尽力的去每个人去把那个沙堆的沙子把它给拨开 然后也轮流的去把那个很重的物体把它搬 那个搬过去 我也感受到这个整队的团队合作 我觉得这几天我们能够获奖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然后还有各位 还有我们的带队 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非常努力 能够去引导我们 此外新北市永续经验也站上国际舞台 新北市长回友谊提到 今年六月指派副市长刘荷兰 以东亚区执行委员身份代表台湾 出席地方政府环境永续发展理事会 推广新北市气候挑适与静灵任性经验 向国际分享如何透过智慧防灾 透水保水与都市核心降温等多元政策 增加城市韧性 用了多少个电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上 从自己本身做的 很难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一步一步把它做到位 所以今天我讲的那个 今天好像主题是生活没有 诉求 难道我行我减速 就在减速 减速我们已经做很久 那减速在整个碳排量也是一部分 但是这个是你每天可以看到的 什么循环碑啦 什么样的器材尽量不要弄错 像Rebex的我们的市场管理处 用这个再兴循环的这个环保袋 这个都是基本该做的事情 日常减缩减少废弃物也能协助净零转型 市长提及环保局近日与隐城业者推出隐城循环碑 并与传统市长合作推出减少一次性塑胶的不塑市场 记者也跟机器媒常报导 清大目前公布高雄校区计划 已经核定通过教育部审核 10月份将开设四门高科技与智慧制造相关的学分班 高雄左营区所有的里长与高雄市议员陈梅娟 都表示支持 清华大学日前宣布教育部已审核通过高雄校区计划 将在高雄设立分布 校址相当可能就是选在旧左营国中 左营区所有里长对清华大学前来高雄设校表示欢迎 我们地方我们所有的里长部分党派都非常的欢迎 非常高兴能来设这个清华大学的分布 可以培育我们高阶的AI人才 让我们这些学子不用北漂 以后我们台积电来了 可以有高阶的人才 有可以到那边就进就水就业 清华大学预计十月份就先开设 人工智慧简介与实作 IC封装基础与测试食物 共四个学分班 里长与议员都表示 加上南子区台积电二奈米厂的新建 有助于高雄人才在地就学在地就业 早期我们这些前人 大概教育程度都没有 文满很多 知道我们政府要来做这里做盖学校 他们都很高兴 可以培育我们地方 我们的人才可以有就学的机会 所以他们很高兴监地来盖学校 所以这块校地也只应该做教育用途才对 他能够就地培养我们在地的职地 然后而且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这次他们来这边设校 都是朝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学科来设置 我觉得这是刚好复印的我们高雄市政府 现在目前最大的目标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那里能够就地来培育这些 我们的在地的学址 不用让他们离乡背景到北漂去 然后二来培育后 能够在就地里面 在我们的高雄的这些科技产区里面 能够就业 我觉得这个是对高雄整个发展 是非常正向的 而华宝团体质疑 清大阳明交大 在连池谈判设校 高耸大楼可能阻挡持盘风景 建校时老数也可能被移除 多次表达宣旨不当 议员则是提出双赢建议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政府 刚刚市政府要跟学校这边 来谈这个合作的备忘录的时候 必须要提到的是说 你必须要保有一定多大的比例的绿地 那该有的一些老数 该保存的一些东西 不能够破坏以外 你才能够做开发 而且是必须朝低密度开发 我想这样的话 如果学校这边能够配合 那我们这些绿地能够保存 我觉得这是双赢 也符合了我们这些 環保团体他们的诉求 在地居民期望顶尖大学 能够进驻高雄 培育在地人才 协助在地就业 让高雄从工业城 顺利翻转为高科技技术城 记者李佳楼 无佩山高雄报导 为了庆祝台北建城140周年 北市动物园建园110周年 以及台北捷运30周年 北捷在文湖县 推出了限定车厢 以春生甲石虎 及台湾黑朽为元素 结合建城140年的主视觉 另外市府也以台北100市为活动主轴 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 欢度台北建城140周年 万兴国小口勤队 在可爱的树蛙石虎伴舞下 吹奏快乐天堂 今年是台北建城140周年 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110年元庆 以及台北捷运公司30周年 文化局与动物园及捷运公司 攜手合作 在捷运文湖县上 打造可爱的台北百市 动物百市捷运车厢 以穿山甲石虎 及台湾黑熊等明星动物为元素 结合建城140周年主视觉 让民众拍好拍满 我们活动其实从今年的5月 登北门开始 一直到现在 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活动非常多 像今天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把建城140年 跟动物园110年结合起来 再加上捷运30年 所以110加30等于140 但是它代表了三个很有意义的 比如台北建城140 然后动物园110 从日志一直跨到现在 然后再到最近30年 台北的交通建设的捷运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是这三个数字密码 代表了台北的历史的悠久 以及跨越不同的时代 然后再到我们现在 最能够骄傲 世人的一个交通基础建设 我想这都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跟着蒋万安市长 还有两位副市长 那都希望台北能够更安全 然后能够更有宏观的视野 然后在都更的搭配之下 在一方面保存既有的传统跟文化 然后走出一个台北的特色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一定很想的 所以在今年建城140的时候 我刚才有特别强调 从北门的登北门开始 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 台北是有历史的 台北的历史是至少跨越140年建城开始 实际上它不只140年 但是从建城开始 这140年走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个 在这边居住的人的努力和创新 然后加上文化局对于文资的保存 还有一些重大的活动 包括朝台北的国际音乐节的推动 都希望能够让台北能够更适合人居 更让大家觉得城市很美好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 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台北我骄傲 每个礼拜六的夜间开放 一直到八月底 那欢迎大家 因为现在随着气候的改变 的确白天都爆热 但是或许下午四点钟以后 尤其礼拜六 可以来动物园体会 因为除了视觉的饗宴 入夜以后 其实还可以静下心 来听动物的声音 闻动物的味道 那这都不是你平常可以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 营队活动 那当然营队活动 据我的了解 其实是现在 今天之前要已经开放报名的 大概通常都是秒杀了 那也要请各位粉丝们 就密切注意动物园的各项的活动 那当然暑假 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来动物园 天气热就要更细腻的规划行程 那知道那个室内场馆在哪里 可以喘口气 同时要记得把那个饮水要带足 台北140周年纪念日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还拍摄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录片 以影像和照片呈现百年来台北的惊人碎变 由清代的北门出发 走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台北大巨蛋 并利用日语和中文报导声音 早期流行音乐和动物园搬家主题曲等 让音乐与视觉相互衬托主题 中华路上一支人潮心友保护热闹 第一批的车队已经抵达护炸新动员门前了 另外捷运公司特别推出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念悠悠卡里和 并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 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 你看从北门140年建成 后来出现的我们台北生活的100世 我们今年这140年最生活的100世 再来看到出现的我们在各种 不管各种年龄各种阶层各种种族 我们不同的脸孔 就是这样子来构建出一个我们最爱的台北 刚刚说的我们最爱的台北 所以呢在今天要代表台北市政府 在建成140年的时候 感谢所有正在台北市里面 我们平常所有的台北市民 对这个城市的喜爱 所以对我们很多的指导 这个历史各方的文化就酝酿了我们台北市的美 以及我们多元文化在我们这边的深耕 跟在我们这边的蓬勃 所以其实文化局主导这次的建成140年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祝生日快乐之外 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有多爱我们自己的城市 欢度建成140周年 除了文化局以音乐电影时装古迹漫画等五大主轴办理系列活动 也集结北市府各局处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上北市文化局建成140周年专区 一同参与见证难得的历史时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新北市永和区公所与新北市副议长陈宏源 中家宽平新市坡共同举办的 新北市永和区儿童创意绘画比赛 在永和仁爱公园登场 获得市民的热情参与支持 永和仲夏亲子电影院活动当天从下午就开始设置了多样化的暖场活动 包括KIA电动车体验环保宣传摊位 拍照打卡区闯关游戏和摸彩等等 还有双麒麟棉花糖和洋芋片等美食大放送 让大小朋友们都热在其中 在市政府我们谢谢成功给副议长 帮我们争取聚会 那公所会全力以赴 配合地方的各项需要 然后来把地方各项事务做好 再一次了 谢谢大家 带着小朋友 今天利益 感谢大家 谢谢 由450吋超大电视萤幕播出经典动画片《84光年》 吸引家长带着孩子们近千人到场同乐 永和区长庄茂坤及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 还有都出席活动 与市民们一同分享欢乐时光 希望透过娱乐活动 唤起社区对环保议题的关注 《爱地球》的绘画比赛一个系列活动之一的 亲子活动看电影 那这个电影是由大家 网路票选 票选出来《84光年》 所以非常踊跃的大家一起来观看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开开心心的 然后今天我们曲公所也准备了很多的洋育 还有很多的纪念品 所以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我觉得简单是 大家会觉得今年的夏天有特别的乐 就是地球要告诉我们 要节能简单的 我们要怎么做 从最基本的做起 减少使用垃圾袋 我们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 我们要多用一些常用的餐具 还有那个环保杯 这样尽量的来使用 这样会使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好 还有有空在家里 还在附近多多种一些植物 来爱地球 永和星空电影院 不仅是暑假的一大亮点 同时也是2024 新北市永和区 儿童创意绘画比赛的重要活动之一 每年都有数千件作品参赛 广述好评 记者也根基新美常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由台南市文化局指导 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所举办的 台南400家浩南进行市行动大展 在无员工会堂展开 集结了一群实践永续的伙伴 希望能够替永续教育照到解方 以5000个黄色啤酒栏作为展场评结的工具 寓意教育就像乐高积木般 需要一块块堆叠 距离2030年SDGS永续发展目标 来到关键的终点 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 透过18个永续设计培例行动 呈现教育大展 透过教育 然后回应了 关乎这个不是台南 甚至于台湾 甚至于这个地球的未来的SDGS等等 这些核心的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借了这些社会伙伴的串点 在2024年这一年台南400 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 我们也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 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些愿景 乃至于是实践的可能 我们特别设了一个 跟陈大永续创新社合作的告别前任 那他以台南400年的波浪设计了五个环境议题 那透过告别一个不好的时代 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有一些很有趣的 包含这个免费商店 这个废物的费 以共创方式引导大学生带领小学生 展现70位佩丽小男人半年来的创新成果 藉由实意创意设意分组 以各种角度实践永续教育 另外更连结企业学校 建构完整的教育系统 100种碳生活 就是说原本是农林渔业的废弃物 那经过我们热链结这个技术的改造 我们把它创造出它额外的附加价值 在都市里面创造一座一座的小森林 然后帮助我们整个都市 做一个改变永续的转型 为了加速文化内容 与永续实践的共融创新 同时也规划不同主题 与TED台南永续学堂等活动 广邀民众体验认识永续的重要性 即将是怀潭的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金融中山区大庆大城市区的道路 破损的问题很严重 但政府长年以来 一直无法进行道路维护 市长谢国良去年亲自访试会刊后 提出公共安全认定委员会的解方 针对168项的道路 进行刨铺修复 工程机具来来回回将就的柏油彻底铲除 进行重铺 中俄路168项实施人车管制 我们怕水落到地下室就不能修理 那现在哪个重铺呢 那从重铺一定有高兴啊 怕水落到地下室去 工作人员22小时一段施工 那施工基金总共大小车辆总共25辆基金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听取简报 基隆大清大城社区 20多年来道路从未铺设过 路面出现破损 市长谢国良去年率领市府团队 到现场会刊之后 透过公共安全委员会认定 终于促成道路重新铺设 以照台北市首都的一个情况 一个案例邀请了专家学者 对于会有公共安全的需求 及疑虑的道路 来让专家学者来进行认定 一旦专家学者认定之后 那即便它是社区的道路 那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施作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障公共安全的道路 跟它的一个安全性 重铺工程从31号上午8点 进场开始刨铺到傍晚 在晚间5点到8点 先开放居民通行返家 接着将开始进行路面重铺 预计在8月1号凌晨6点全部完成 那白天的话 我们就是一直到下午4、5点的时候 是刨除的工程 把原来旧的路面把它刨 先刨除 在5、6点以后 就是因为有些要回家的 有些通行的需求 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回家的路终于平了 市议员宋伟丽 和庆理里长陈家和 特别感谢市政府 将20年的旧路重铺 非常感谢市长 让我们原本 这个坑坑巴巴的一个路面 造成设计很多居民的一个车祸 跌倒的事件 那来关心我们这个社区 让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很平整安全的道路 28年中呢 我们的公文往返都是 就是不可行 那直到我们谢国梁市长上选之后 我们又再次的跟他提出 然后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让我们这边大庆的居民说 感受到我们的市长是一个苦民守苦民 对 所以说他就立即到现场来会开 然后告诉我们 他们就市政府 愿意来帮我们这边大庆大城 用一个公共危险的一个法令 来克服 政府强调 今年的道路养护经费 就超过2亿元 是历年来最高 展现了市府对于入屏的重视 记者 黄绍铭记录报道 台南市向环境部争取2.5亿的补助 并和台达电签约合作 预定今年11月底 全市37区将陆续完成 电动汽车的充电站 而且最快的充电设备 只要15分钟内就可以充包一台车哦 随着能源转型的趋势 电动汽车挂牌逐年成长 不过车主最担忧的还是充电桩的数量不足 不过现在台南市向中央 争取2.5亿的补助 预计在全市202处公有地设立充电桩 而且是37区每一区都有快充 成为全国唯一 该工程案8号在环境部副市长和台南市长见证 市府交通局和台达电正式签约 要打造台南成为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示范场域 相信台达电的配置一定是配置得很好 那也可以让我们包括北部来南下的民众 我们的电动车驾驶 还有我们自己台南市的电动车驾驶 都能有个非常友善 而且非常好的充电环境 台南市拿了2.5亿 那其实我们环境部总共也才5亿而已 所以大家给王市长鼓励一下 台南是一个是拿了我们一半的经费 经过公开招标评选出来的厂商台达电 总投资超过7亿来设立充电站 还有后续的维护管理 当中还有两座充电规格回馈升级到350千瓦 提升充电速度的4成以上 我们提升了这个规格 比标书的规格再提升50% 所以我们这一次用11k瓦的充装 来取代7k瓦 我们用200k瓦的充装 来取代120k瓦 我们也提供了全世界同步的最高规格的充装 350k瓦的充装 那刚刚局长讲 Model S100度 大概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能够充饱 那这个大大的改善 尤其是台南 它作为南北的交通的枢纽 在里程的焦率上 能够完全取得这个问题 该合作案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 可以符合市面上各种电动车的充电需求 除了是车主的一大福音 也为环境永续尽一分心力 记者郭文吉台南报导 台密台风强势过境后 除了高雄民众的私人财产 不少公共运聚也同样有损坏的情况 高雄市交通局盘点U-bike的损失 在全市1353个站点中 共有43辆的自行车 受到程度不一的损毁 请民众出门时要多多留意 凯密台风强势过境之后 连日刮风下雨 导致高雄不少民众的私人财产遭到毁损 不过就连公共运聚也有损失的情况 这里是复兴路的学校外墙 可以看到旁边拉起风左线 因为整棵树被连跟拔起 连旁边的U-bike车柱都歪掉了 由于U-bike的站点设置在人行道上 皆有受路数影响的几率 在交通局及U-bike公司日夜加紧盘点 高雄1353个站点之后 共计有43辆的U-bike 遭到程度不一的毁损 主要受倒下来的树木的影响 大概有50几站 受损的车辆的部分 大概是有43辆的部分 车辆的部分大概都是受到外力的撞击 比如说树木倒下来去把它压到导致变形 那在车机的电脑的部分 因为它本身是有防水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它租借的功能是不受影响 除了像成功特殊学校前 因为路数倒塌还得等待修复 仅开放部分使用之外 大部分的站点都已经恢复完毕 但大水过后使用交通工具难免心驚驚 交通局也呼吁如遇故障情形 请尽速联系维护单位 那民众如果遇到少数有遇到 泡进水稍微去受影响 没办法租借的状况 也可以来利用0800的客服的专线 来进行通报 或者在APP上来输入这个车辆的编号 那微单公司也都会尽速来派员 去前往处理 台风过后满目疮痍 不只是U-bike 市区有许多地方仍在修复当中 尤其高雄目前在受热带扰动侵袭 仍有降雨现象 民众不论开车 骑车或是使用自行车 都得格外留意自身的安全 另外高雄市左营重化区 在这一次台风也受到创伤 理想说这里的重化区都是新建案 整条路的排水系统东缺溪漏 不少地下室的泥水清浴也很困难 一块关心 清洁公司人员推着机器一步一步 仔仔细细的来回清洗 这里是左营区自助理新建案的地下室 就在前几日 人肉墙挡水的大楼不远处 同样也遭遇到水跑进地下室的状况 尤其一旁就是寿山 一大块崩塌土石 让泥沙混着雨水 加上土质粘腻 直接灌进地下室 清理起来十分花时间 从台风来那一天开始清到现在 可能我一句要至少要一个月 比较不好喜 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淹进来的水 里面就从山上下来 它是类似像有那个黏土的那一种土质 水多一点的话 就会感觉会滑倒那个现象 除了超大豪雨炸高雄 导致排水不及以外 当地里长分析 陶子园路附近一带就是军营 这块地原先隶属于国防部 后来卖给各知名建商 盖起好几栋的建案 但是因为各建商 只能盖自家门前的排水 整条路的排水系统 并非统一完整的规划 一边凸起 另一边甚至没做排水沟 因此也成为淹水的原因之一 建商他们会把自己的 这个大楼周遭的这个排水系统做好 旁边周遭是都有水沟的 但是只要没有建案的话 就像我们的这个 陶子园路的人行道 那边就不会有测沟 这个就是不完善的一个排水系统 这次的这个风雨量几乎是 纳粒台风的两倍 不管这个台风发生在北中南 任何地方 其实它都会是造成淹水的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 来做预防 或是来做后续的处置 这才是重点 李璋表示 这次的雨量弱势在其他县市 也一样会措手不及 此次高雄淹水惨况 也引发各界关心讨论 后续该如何改进 以免再度上演相同状况 还有待政府民间齐心协力 接着张世民李凡飞公司报导 开密台风造成高雄各处淹水严重 高雄三民区的本河里 淹到了超过半个人高 店家的财产损失严重 金额难以估计 这都是好的普洱茶 整块整块的 那这些都不能有吗 都不可以的 都泡到水了 大益的 一个都几万块 一场大淹水直接让店里损失惨重 高雄三民区本河里 在凯米台风的摧残下 淹到了将近一个人高 店家的茶叶 全部被台风拿来擅置泡茶 家里刚装修网的装潢也全部泡烂 损失的金额难以估计 周边的大楼也都堆满了泡烂的杂物和泡水车 垃圾堆得像个小山一样 不只茶叶店 一旁的宠物店也被强制重新装潢 转过头来 这一家人正在拖走新来的爱车 因为泡水严重可能也不打算修了 而且连家里的钢琴也都遭殃 好几十万的乐器也只能委托人处理掉 损失相当的惨重 这次凯米带来的雨量 浪烟水来得又快又急 年紧急救援财产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 来到地下停车场 虽然已经把水抽干 但是留下的污泥 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力来清理 我这边的状况是 因为我自己有做扎门 那我的扎门有挡住 那这一次因为水压太高 把那个车道的扎门溃停 那直接从地下池这边喷上来 大概到快到胸口这边 当下我水冲上来的时候 我只能往楼上跑 那也是等到中午过后水退了 那才下来开始争取 这次高雄本河里也是重灾区之一 虽然这次雨势过大也是一大因素 但是面对未来的极端气候 居民也希望可以好好评估 之后的水利规划 你不能说没有 一定有 连我们对面的大楼 我们还是很感恩他们 帮我们接了很多水 要不然绝对更高 最大的原因 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地势比较低 这个我们没办法 管线处理我是觉得是最必要的 因为那个水要抽出去 不能只是靠那个志宏池装满 你要装满就满了 你要一定要让它抽出去 才能继续装 台风过后里迷茫着重建家园 脸上虽然还有带着笑容 但是却散发着满满的苦涩 以后该如何繁范极端的豪大雨 可能是高雄未来重要的课题 记者三军高雄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为了要推广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培养民众的媒体素养 中家宽品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 举办了手机影制工作坊系列课程 上个周末最终场来到桃园 吸引了许多老中少的民众报名参加 为了推广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培养民众媒体素养 中家宽品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 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系列课程 上个周末最终场来到桃园 吸引许多老中亲民众报名参加 有人在课堂中不忘以手机做记录 另外有人专门攜带平板电脑 并运用AI程式辅助拍摄技巧 课程结束后人不舍离开 直呼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参加其他课程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吗? 没有,是第二次参加类似的活动 因为我平常会剪网络影片 我会想要记录我的生活 之前有参加过 就是师大跟中家合作的一个活动 今天就有学到公用频道 它是第三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因为就是很少人用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一来的话我遇到了不同年龄层的人 可能会有国中 然后也有比较高年龄层的人 那其实大家都是来学习的 然后因为主题嘛 是大家有兴趣 所以大家才来报名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互相学习 一手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侯正南表示 举办一系列课程的主要目的是 想让民众了解 影片制作是简单 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事情 民众可藉由影片记录自己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藉由课程培养民众正确的媒体素养 我们举办这个两天的这个手机的这种拍摄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是主要想要让我们的民众 能够藉由这么简单的手机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拍摄 甚至是接下来还有所谓的一个剪接 让民众更了解 就是拍摄已经不是那么难的一个事情 这一个工作坊还有一个很重要 其实就是我们融入了所谓的一个媒体素养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媒体素养是现在 虽然大家都已经这么简单知道要怎么样去创作 但是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素养 知道说什么是最好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品质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概念 融入在整个桃园乡亲这边 让他们能够藉由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创造出最好最好的一个节目 在两天的时间内 学员们也纷纷将自己完成的作品跟其他人分享 主题有桃园在地崭新的图书馆 信仰中心的庙宇和即将改建的车站 主题多元影片完成度高也得到老师们的一致称赞 在今天来桃园这样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因为这个学员其实包含了 从七十几岁的这种高龄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 到三四十岁也好 但是甚至也有到了所谓的十几岁的这样子一个学龄的 就一个年轻的学子 所以老中青三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让我看到 哇原来桃园是有这么多值得大家来 值得大家来拜访 值得大家来参观的这种所谓的一个景点也好 或说庙宇也好 甚至是还有很多很多那种图书馆 其实都让我非常的惊艳 透过课程学期讨论及分享 学员们除了学到影片拍摄及后置剪接技术外 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与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结束前中家宽品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不忘颁发精美的结业证书 今天学员发表的作品 后来也将在有线电视公用频道上播出 不仅促进公用频道的使用 也让民众的媒体素养得到提升 记者消失后台湾上报导 终于是工作榜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2024桃源有限电视媒体营 今年以穿越媒体新宇宙为主题 邀请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 深度参访电视台 认识新闻媒体制播作业 除了体验当小主播外 还有媒体试读的课程 让孩子学习查证与判读的能力 也培养正确媒体的素养观念 踏入摄影棚 小朋友们换上正装 准备播报新闻体验主播工作 2024桃源有限电视媒体营 首场国小组活动在3号登场 其中当天有25位 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 来到东家宽平北建深度参访 不仅认识有限电视产业 和工程维修的辛苦 也了解采访拍摄的不容易 还学习到化妆和播报口条 并在最后登上主播台亲自播报一则新闻 深度认识电视台新闻直播作业 学员们也分享他们的心得 很棒 会紧张吗 会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你这样体验完之后 你觉得当时不容易吗 不容易 咬字要很清楚 而且不能含无不勤 是第一个 然后就是一下子上去很紧张 整个人都在发抖 还蛮不简单的 很棒 完了很开心 第一节课也还蛮有兴趣的 机器一些机器舞我都没看过 让我有好奇心 有摄影机的课 就是它可以拍同学觉得很好玩 一直放大然后缩小的 还不错 就是可以上去录影 除了体验到新闻工作人员的工作外 又介于近来网路上的不实讯息 和歧视问题频传 营队也安排媒体试图课程 希望能从小扎根正确的媒体试图观念 为此中佳宽明北见也特别邀请 在地媒体素养基地学校难堪国中的老师 以生活中常见的可应讯息 教导同学们如何查证和判读讯息 尤其特别放出各种P图照片 和Deepfake换脸影片 还有用AI绘图所制作出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被逮捕的照片 提醒大家注意无中生有的可怕 并非有图有真相 让现场的学员们都很惊讶 现在AI除了可以制图 也可以帮你做虚拟主播 甚至可以做身为的 所谓的换脸的影片 所以现在AI可以做出一些 无中生有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部分可以拿来 例如说带风向 造假 这已经是比以前更强更厉害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带给小朋友这些 让他知道说这个世界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AI已经可以 可以做出一些 你以前都想不到的事情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建议到 查证这一块确实比较有难度 但是我建议的方法 跟孩子们建议的方法是 如果你觉得他有点怪怪的 我建议你 如果无法查证 那我建议不要转贴 不要按赞 不要分享 不要分享流量给他 这是一个至少杜绝讯息流传的方法 老师教我们如何分辨真假的新闻 因为可以让我学到说 哪一些新闻是真的或是假的 然后可以跟外谱他们分享 因为他们都是觉得说 每一种新闻都是真的 然后他们分不出假的新闻 就是讲一些好像不太真实 但是又写的很真实的新闻 就是让人有点怀疑人生这样子 很早以前就听过了 很早以前就听过了 然后以前就对那个有兴趣 然后现在又有机会人在听到 就是很 觉得很特别 看到 就是他画出来怪怪的 所以才是AI灰图 非常惊讶 就是能够把图结合起来 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要更小心以后 那个图 图或者是一些新闻 有可能是假的 辨认 辨认 怎么说 因为那个图就很好笑 太逼真了 太逼真了 他手指 里面人手指如果长畸形的话 那就是AI的会出 可以去查证或是不理会 不只是介绍AI工具的强大 课程也特别延伸 向网路原住民世代的学员们说明 潜藏在部分不实讯息背后的 起实性问题 包含性别 种族性向等等 希望同学们能培养正确的上网礼仪 和观念物以恶小而为之 歧视性言论包含了性别 种族 身材 这些都是 甚至外貌都是 甚至我们最近 我们奥运遇到的 我们的拳击手林玉婷选手 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那我认为 对于这些歧视性的言论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 不要分享 也不要去按赞 我们应该去支持 这些相关的 受到歧视言论的选手 或是我们的民众 我们要去支持他 然后告诉大家 你歧视人家是错的 我们要当 全民都要当他们的后盾 让这种歧视性的言论 在网路上慢慢的消失 让我们生活中慢慢消失 带给学生一个正确的观念 不管是谁 就是没有歧视别人的权益 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台湾市政府新闻处 每年都会和市内三家 有限电视台合作 聚办有限电视媒体营 今年以穿越传播新宇 为主题 带同学们认识媒体传播作业及工具 一共吸引近700人报名参加 最后国小组录取150人 高中组录取75人 就要在接下来的8月份陆续开课 共度充实假日 媒体是独在 这里听台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1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简介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无碗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剩限 酒价聚紧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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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热 内政部警政署欢欣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2年以下 图形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Noko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擔用电热水器 Noko讲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您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提防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